林奇看着调查记录上 洛文的身份介绍 那 他怎么辞职 去企业了呢 赵铁明笑道 肯定企业给的报酬多得多了 你看他 在这么大一家公司 头衔是董事 总顾问 拿的钱不少了 小李道 是啊 他当时还开一辆奥迪Q7呢 瞧瞧 他要继续在体制内 当然 他是技术人员 收入比我们其他公务员要高得多 不过 他有钱也不方便买辆豪车 否则 会引起非议的 你看他 去了私企 钱更多 要花也没那么多规矩和约束了 对了 你们当时见到他时 他有给你们一些案子的建议吗 小李摇头 什么都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 他过去是知名法医 看他的样子 似乎对死了个人 漠不关心啊 赵铁明低声叹息 哎呀 怎么不当警察后 都对案子没有兴趣呢 他同时想起了 炎梁 老兄啊 这办公室里的位置 不是博士就是硕士 你一个小小的本科生 哪来这么大勇气 不敲门直接闯进来的 还自顾自己敲几二郎腿 炎梁冷眼 撇着旁边的赵铁明 赵铁明大烈烈地拉一条凳子 坐在他的旁边 说话不用这么刻薄吧 赵铁明颇感无奈的皱皱眉 今天 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 好消息 炎梁想了想 笑了起来 啊 那个变探老抓到了 抓到了 什么时候新闻里通报啊 炎梁对这个消息颇为在意 尽管 他第二天接着去学校上课了 但他总觉得学生看他的眼神怪怪的 他真想在课堂上当众宣布这条消息 赵铁明说 反正就这几天吧 你也不用急 唉 好吧 炎梁呼了口气 不过 看你的表情 似乎不太高兴啊 一定是查清了变态老 并非凶手 你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了吧 赵铁明皱眉点点头 是啊 他不是凶手 不过 凶手又杀了一个人 哎呀 实在是麻烦 哎 怎么这次 隔了短短几天又又出了案子 前几次 不是隔半年才杀一个吗 燕梁眼睛微微一眯 赵铁明吐口气 唉 是啊 我才接手几天功夫 命案又多了一起 实在是烦人 不过这次的案子 和前几次都完全不同 前几次案子里 凶手都在死者口中 塞上一根立群烟 又留下 请来抓我的字 并且 在现场附近丢弃凶器 可是这一次 原本是一起普通的命案 结果在比对现场遗留的指纹时 意外的发现 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凶手这一次杀完人之后啊 在现场停留了很久 用刀在死者身上 割出了一圈圈的血条 互相间隔均匀 我们讨论了很多遍 都想不通凶手这么做是什么目的 所以 我来找你商量了 哎 抱歉啊 你们想不明白的事 我更加无能为力了 严良明白了赵铁明的来意 立即摆出了一副 不想插手的模样 真的不愿意介入啊 我觉得 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赵铁明无奈叹了口气 哎呀 算了 我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 你这个人啊 太冷漠了 比不上我还总想你的事 我又要不得了 我早就料到你了 我早就料到你了 就是这一栈 我离开了